六十二 狙击枪下 眼前大自然安静平和 荒野 阳光 山影 蜜蜂翁叫和林中鸟鸣 像天堂飘升的感觉 抵消了肉体的痛苦 让诗歌庆幸能在这么美好的地方 等待死亡 困的这片荒野已经五天 日晒雨林 蚊虫叮咬 没有食物 没有火 饥寒交迫 前两天还能走动 现在只能躺在草地上 他没有试图逃脱 自己没有电影里的超人本事 也得别去费力 一切听天由命 他来这里就是准备接受死亡的 多活这几天 已是在预想之外 与王峰在黄河上告别 第二天一早 宋秘书便送他上了直升机 机上两个飞行员 一言不发地向南飞 飞出城市 飞过连绵黄土 飞进植物覆盖的山区 俯瞰秦岭山脉的深处 无路无村 没有人烟痕迹 这样的地方在中国不多 直到看见一处荒坡上 白粉撒出的标记 直升机降落 飞行员没说话也不回头 舱门自动打开 时隔下机 直到这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这片山中的荒坡很完整 面积大 视野开阔 坡下是河流在开阔处形成的湖 为什么把它放在这里 宋秘书只是交代了 不会有人跟他接触 不需要担心审问受刑 后面将会是什么 宋秘书也不知道 牧师直升机飞离 在天空变成蜻蜓大小直到消失 时隔一直站在原地等待枪响 那时的心境 竟有一种意外的满意 在这种环境中挨枪 总比面对一堵水泥强好 然而时间流逝 只有风吹草地 没有枪响 始终只有他一人 他注意到荒坡中央 有一棵孤零零的树 不算小也不算大 四五米高 树冠茂密 看到有块白板挂在树干上 知道一定与自己有关 走过去看 上面写着六个红字 不得越过红杆 一个箭头 只向上方钉在树干上的一片纸 当时哥抬头看那张纸 上面画着八成大小的人头 一声枪响 子弹掠过他耳边 正中人头 虽然打的不是人头正中间 但是真的人头可是要大得多 已经足够准确 随即重归寂静 时哥四处环顾 看不到枪也看不到人 这一枪显然是为了配合 白板上的警告 即使不知搞什么名堂 也让时哥放松了一些 毕竟说明他还不会立刻死 他仔细观察周边 发现了树根插在地上的红杆 红杆之间的连线形成三面包围 长和宽差不多都在六十米 另一面是湖岸 也就是白板警告他 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 除了中间的枯树 荒坡上只有低矮荒草 没有其他遮挡 而鸿杆与周围的树林 岩石 山沟 都有相当的距离 如果越过鸿杆 哪怕用运动健将的速度飞奔 在到达那些掩蔽物前 也会被枪击中 拖下也没有出路 湖不大 其实只是河道突然变宽 使得流水变满 上游是峭壁间的湍急水流 无法逆流而上 下游是一片林立礁石 流出湖的水 形成瀑布 跌入深坑 搅着一团的河水 在白滑滑的水汽中 流进地下洞穴 因此 从上游下游 都没有出路 看起来 这是不让他立刻死 又随时可以让他死 要做什么呢 再看白板 右下角画了个 示意翻转的符号 翻过白板 背面不像正面的红字 那么猙獰 绿色油墨写的字 秀丽且排列整齐 从食物到生命 都可以用信息交换 要什么 写在这里 给不给 给多少 看你写出什么信息 你应该知道 写什么 白板上挂着油墨笔和板擦 石哥明白了 王峰表示过 担心对方 刑讯逼供石哥后 栽赃自己 审敌允诺了 不与石哥接触 变成了这种方法 白板 用钢丝绳索在树冠下 不会被卫星看到 写的字 却能被望远镜看到 既让王峰说不出违犯约定 又能从石哥处得到信息 当然 要取决于石哥 是否会提供信息 石哥在第一时间 就明确地告诉了对方 他先擦掉了 白板两面的所有字 又觉得树干上的白板 过于扎眼 破坏眼前的自然 便用油墨笔 把白板两面全部涂黑 反正没有别的事 一道挨着一道涂 最终把白板两面 涂得一点白都不漏 后面的几天 有时雨水会把油墨冲掉 它便在雨停后 重新涂黑 幸好对方 为了不让卫星看到白板 选了一棵树 让石哥能在太阳暴晒时 有个阴凉 或在下雨时 稍有遮挡 雨水冲掉了枪弹打中的人头直拔 树干上的弹孔 却清晰可见 不过石哥始终觉得 一针一换 直到那个抢走了他衣服的逃犯 被一枪毙命 才意识到死亡的真切 逃犯从树林里出来 看去已在山中多日 头发蓬乱 满脸胡须 全身蓝绿肮脏 他事先肯定做过观察 确信石哥年老 且赤手空拳 不是对手 石哥果然没做反抗 任凭搜身 既没有找到食物 也没有发现值钱东西 让逃犯恼怒 暴打石哥 发现逃亡积累的怒气 再剥掉石哥的衣服 穿到自己身上 因为衣服不合他身 继续殴打石哥 在逃犯准备离去时 石哥不顾被打得头晕目眩 警告他小心遭到枪击 却被逃犯以为是诅咒 招来了更狠的暴打 几乎让石哥昏死 石哥只能期望 鸿肝限制 只是对他 不对别人 然而当逃犯 刚走出鸿肝的范围 一声枪响 那身体 瞬间僵止 静动脉 穿出数尺远的血流 随即重重扑倒在地 不再有任何动作 当晚 风雨雷电交加 全身只剩一条内裤的石哥 在树下蜷缩了一夜 六月山里的夜晚 扔穿得上寒冷 树下的雨没那么密集 水量却一点不少 第二天石哥开始发烧 逃犯尸体 被各种动物和昆虫啃尸 随时间 失去了完整的形体 最后 连骨头都被叼走 不管饥寒交迫 带着多少痛苦 石哥也不碰那块白板 如同完全将其忘记 或是与他完全无关 虽然他已无力 再去重新涂黑 白板的斑驳 却已然如同树皮一体 他把谨慎的意识 用于对肉体 日益虚弱下去的体验 当作精神游戏 或是对生命的最终理解 到第五天石 他已经感觉 在和死神握手 然而精神的力量 体现在能够激发 哪怕是最虚弱的肉体 当石哥意外地发现了 河道上游 有一条轻浮的漂流艇 随波逐流 被冲进小湖时 意识到在水中 奋游的漂流者 可能不知道下游 就是地下洞穴 他力图对漂流者呼喊 却只有阴雅的嘶叫 传不出声音 那时他竟然能站立起来 亮亮呛呛跑下山坡 白手示意下面的危险 若是他头脑清醒 应该意识到 一个只穿内裤 全身污泥的形象 会吓跑任何人 然而那个漂流者 却听从地游向湖岸 再把牵在身后的漂流艇 拖到岸上 漂流者戴着头盔和防水镜 上身穿一件红色救生衣 虽然石哥已经没有力气 去讲危险到底是什么 漂流者还是连连道谢 对石哥所说的 你必须留在这儿 毫不惊讶 痛快地回答 你救了我 我当然要留下帮你 再也站不住的石哥 最后说出的是 不要走出红杆 便失去了知觉 当石哥醒来 发现自己睡在蓝色的帐篷中 身下是气垫 身上盖着睡袋 一只柔软的手臂 拖着他的头在喂水 他恍惚扮上 回忆起怎么回事 却惊讶地认出 眼前是陈判的脸 却又是男人的发型 陈判把手指竖在唇上 示意不要出声 然后手拢着嘴 在他耳边低语 他们有远距离监听器 正常说话是 必须装作不认识 还得把我当男人 帐篷里收拾得整整齐齐 漂流艇装载的东西 分门别类 似乎什么都有 食品 工具 野外装备 开着盖的医药箱 营养液挂在帐篷顶 通过点滴瓶 输送进他的手臂静脉 病若感已开始离去 他明白陈判 是专来救他的 却不希望如此 这让他陷入了和他同样的危险 他知道后果吗 他几乎不发声地低语 谁告诉你 我在这儿 陈判的口型很清楚 王丰 王丰 王丰本来是希望 对方顶多给食哥一颗子弹 不让食哥受苦 却发现对方 要用饥寒交迫 将食哥折磨致死 随即又发现 并非是单纯的惩罚 而是换了一种逼供方式 替身截获了狙击手 与沈迪尖的卫星通话 前面说到食哥涂黑的白板时 狙击手还信心满满 认为是没到时候 饿到最后 什么都会写出来 几天后 却不得不沮丧地承认 即使已在病饿致死的边缘 食哥从未正眼 再看了白板 无论从哪个角度 对王丰稳妥的选择 都是不要再管 不想不看 既然确信食哥不会暴露他俩私下的商定 既然他早晚是死 怎么死便不重要 只当他已死就行了 然而王丰心里放不下 刑讯还会有间歇 食哥受的折磨 却是分秒不断 只能越来越痛苦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 王丰似乎陷入了一种强迫症状态 每隔一会儿 就要去看食哥的卫星画面 他看到了逃犯对食哥的殴打 看到了食哥在风雨中缩成一团 也看到了食哥 在饥寒中病倒 若要摆脱这种已经干扰他正常工作的状态 他必须做些什么 而不是紧紧旁观 王丰最后下了决心 即使食哥不能免死 也不能这样死 如果相信宗教来世或是末日审判 还可以自我安慰 食哥的受苦会得到回报 然而对王丰那样的无神论者 只相信人死如灯灭 且相信灯灭前的一刻 决定人一生的感受 因此 他不能让食哥只感受痛苦 还要让食哥在临终前得到幸福 王丰选中了陈判 虽然只接触过他一次 当时食哥和陈判刻意保持着距离 但感觉得到两人心心相印 当时王丰就认为陈判更适合食哥 而非欧阳中华 到底是不是这样 做一个实验就能知道 他派去见陈判的人不说身份 不介绍来龙去脉 只是在八一本上调出卫星照片 放大出荒地上只穿短裤的宾死者 清楚地辨认出时哥 陈判看到照片后什么都没再问 立刻同意按照陌生来客说的做 王丰事先向派去的人交代 陈判若问就直言相告他会面对怎样的危险 由他自己选择 他若不问就无必说 说明他不想做别的选择 也能说明他就是石哥的女人 王丰让陈判去 除了可以带给石哥衣服食物和医药 还希望石哥在死前能和喜欢的女人在一起 至于陈判最终是不是也会死 王丰没多想 当乘坐的军用飞机 在不知道什么地点的空军基地降落后 陈判被带进一个如集装箱的卡车车厢 跟他在滩哥村见过的卡车一样 让他就此确定 幕后者即是王丰 那车厢被临时布置成一间化妆室 行车几小时过程中 一直有好几个人围着他忙 不但改变了他的发型 还给他做了硅胶假面 那假面通过对面部施加不同的压力 能让他的说话口音都变成娘娘腔的男生 再换上看不出女性特征的服装 看上去他就像个热衷户外运动的小伙子 陈判不提问 陪同他的人也别的都不说 只是在避免让他暴露身份的问题上 反复叮嘱特别仔细 要求他不在帐篷内的任何时间都得带着假面 每天至少两次在野外模拟男人站立小便等 为什么要这样 来人没解释 只说他若暴露了真实的身份 后果将十分不利 进入秦岭后 便让陈判自己驾驶跟随卡车而来的一辆西安牌照SUV 车上驾驶证行车证拒全 名字不是陈判 照片是他戴上硅胶假面的样子 他的新身份是个男性漂流向导 独自从西安开车进秦岭 为旅游公司开发新的漂流线路 车上已经设好了导航线路 终点是秦岭深处的一个废矿场 橡皮艇 漂流器材 以及要带的物资 都按专业方式收纳捆扎 陪同者显然是事先了解到陈判是户外运动的好手 有漂流的经验 给他的指示是在废矿场旁的河段顺流而下 漂到指定的急流拐弯处 故意让漂流艇翻覆 在顺流而下 漂进小湖 靠左岸登陆 装作要上岸 晾晒物品和速营 他将在那片荒坡上找到石鸽 很可能是在昏迷中 不要刻意地去找 装成是意外的发现 给他带的急救包里 准备了旧石鸽的药品和医疗器杰 还有如何使用的详细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